欢迎大家收看汽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小米公司推出首款电动汽车 计划成为顶级汽车制造商 小米推出首款电动汽车 雄心勃勃地要成为中国的保时捷或特斯拉 南非著名剧作家姆邦格尼 恩格玛在车祸中去世享年68岁 安大略省的汽车劳动力需要提升 以应对电动汽车的繁荣 在土耳其高速公路上 农物中的连环碰撞事故造成至少10人死亡 57人受伤 请大家收看 中国小米公司推出首款电动汽车 计划成为顶级汽车制造商 日经亚洲 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 推出了其首款电动汽车EVSU7轿车 并宣布其成为全球五大汽车制造商之一的雄心壮志 该电动汽车将利用小米热门手机的共享操作系统 尽管中国汽车市场产能过剩且需求放缓 小米CEO雷军对公司在该行业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小米承诺在未来十年内投资100亿美元用于汽车领域 并计划在北京工厂生产汽车 年产能为20万辆 小米推出首款电动汽车 雄心勃勃地要成为中国的保时捷或特斯拉 彭博社 中国科技公司小米推出了其首款电动汽车EVSU7 旨在成为全球领先的汽车制造商 该公司的CEO兼联合创始人雷军表示 这款电动汽车将与保时捷Taycon Turbo的性能 和特斯拉Model S的技术特点相媲美 小米的电动汽车计划面临着挑战 包括监管环境的变化和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 SU7预计将于明年上市 并与国有企业北京汽车集团合作生产 南非著名剧作家姆邦格尼 恩格玛在车祸中去世享年68岁 美联社 南非著名剧作家、制片人和作曲家姆邦格尼 恩格玛在车祸中去世享年68岁 恩格玛最著名的作品是音乐剧《萨拉菲娜》 讲述了一位年轻学生与种族隔离斗争的故事 该剧大获成功 恩格玛的作品还包括备受赞誉的戏剧作品 沃扎、阿尔伯特 安大略省的汽车劳动力需要提升 以应对电动汽车的繁荣 加拿大CBC 安大略省的汽车行业面临着一系列需要克服的障碍 以便为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 EV市场提供供应 并培训下一代工人、劳动力发展专家表示 该市场预计将为安大略西南部的汽车制造厂 带来约6000个直接就业岗位 以及数千个衍生岗位 在土耳其高速公路上 农屋中的连环碰撞事故造成至少10人死亡 57人受伤 美联社 在土耳其西北部的一条高速公路上 发生了一起连环撞车事故 造成至少10人死亡 57人受伤 事故发生在萨卡里亚省北马尔玛拉高速公路上 当时浓雾和低能见度 事故发生后 已经展开了调查 但官员们认为 很可能是因为一辆车在能见度差的情况下 撞上了一辆卡车 导致其他车辆相继发生碰撞 至少有三辆长途客车参与了这起事故 受伤的人中有7人情况严重 汽油需求的高峰原来是个幻觉 彭博社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 尽管电动汽车EV越来越受欢迎 但全球汽油销量今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超过了2019年的峰值 汽油销量的激增与预测相矛盾 预测认为EV将对需求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 汽油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 尤其是在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地区 而向EV的能源转型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前景 这些趋势表明 尽管EV的市场份额不断增长 但摆脱化石燃料的转变将比预期时间更长 泰国选举 一带一路 我们在2023年最受欢迎的12篇文章 日经亚洲 2023年亚洲的政治继任问题 尤其是泰国和新加坡的问题引起了读者的关注 泰国在5月举行的选举中进步的前进党获胜 但他们的领导人未能成为总理 新加坡的总统选举也引起了兴趣 因为现任总理李显龙将把权力交给他的副手 文章还强调了其他值得关注的事件 如柬埔寨的长期总理辞职和中国的房地产危机 此外 清洁能源的转变和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影响 也引起了读者的兴趣 香港股市创下三周新高 腾讯 网易继续回升 比亚迪也有所增长 南华早报 香港股市连续第二天上涨 达到三周高点 主要得益于中国顶级科技领军企业和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涨势 恒生指数上涨1%至16,791.36点 科技指数上涨1% 外国投资者购买了一个月以来最多的在岸股票 亲爱的观众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几条新闻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小米公司推出首款电动汽车 计划成为顶级汽车制造商 小米的CEO雷军对公司在汽车行业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并承诺未来十年将投资100亿美元用于汽车领域 小米的电动汽车SU7将利用小米热门手机的共享操作系统 有望在明年上市 这个消息让我想到了一个笑话 说小米的电动汽车要成为中国的保时捷或特斯拉 那以后大家就可以开着小米手机的车 路上见到了小米电视墙 感觉像是在小米的手机壳里生活一样 当然这只是个玩笑 但小米的雄心壮志还是值得肯定的 另一条新闻是南非著名剧作家姆邦格尼 恩格玛在车祸中去世 恩格玛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剧作家 他的作品《萨拉菲娜》《大获成功》 讲述了年轻学生与种族隔离斗争的故事 恩格玛的离世让人感到惋惜 但他的作品将永远流传下去 为人们带来思考和启发 此外 我们还看到了安大略省的汽车劳动力 需要提升的问题 随着电动汽车市场的不断增长 安大略省的汽车行业面临一系列需要克服的障碍 劳动力发展专家表示 为了满足电动汽车市场的需求 安大略省需要提供更多供应 并培训下一代工人 这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也是一个机遇 希望安大略省能够克服困难 实现汽车行业的繁荣 最后 我们看到了土耳其高速公路上发生的连环碰撞事故 造成了人员伤亡 这起事故的原因可能是浓雾和低能见度 提醒我们 在恶劣天气条件下 要特别小心驾驶 希望大家都能保持安全驾驶 注意交通安全 接触雨 这些新闻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信息和启示 小米推出首款电动汽车 展示了中国科技公司的雄心壮志 也展示了电动汽车市场的潜力 姆邦格尼 恩格玛的离世让人感到惋惜 但他的作品将永远流传下去 为我们带来思考和启发 安大略省的汽车行业 面临着提升劳动力的挑战 希望他们能够克服困难 实现汽车行业的繁荣 最后 我们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 特别是在恶劣天气条件下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新闻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并提出问题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